來,我們先染 水先來 孤然加一點點黑澤色 因為這個是暴風雨的天氣 所以天氣會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會先孤然加一點點黑澤色 做一些比較暗的色彩 中間掉灰 這畫起來很有趣 但是這個其實很簡單 然後筆稍微乾一點 乾筆,插 乾刷 速度快就好了 然後再點一些顏色進來 古蘭 進來讓他做一個變化 然後這隻鳥 白的地方現在留白 這裡 這個被切掉了 那個 那個 援檔裡面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有 你想要幾隻就有 你可以加 你可以加齁 你要十幾隻也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再下清水 做一些白色的浪 跳起來 乾刷是那個浪 對,就是留下來的就是浪的部分 乾刷就是浪那個白色的部分 刷,用刷的齁 輕輕刷就好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覺得很難留的話 還是 你還是可以用 那個 留白膠啦 但是留白膠可能會比較硬一點點 你到最後還是要記得要去收拾它 這邊 群青色 就維持這樣的水 維持這樣水的程度 這個鳥的 白色的地方的邊緣 我稍微用群青色再多下一點點 目的就是讓它這邊稍微再白色多一點 那等下下面那個鳥的部分 我們要再加一點黑色進來 就暗的顏色進來 好,黑澤色 我們加一點點膠澤色好了 顏色比較不會這麼深 好,這紅色的塔這邊 我們先留一下 好,這邊微微留白 好,衛生紙把這白水擦掉 擦掉一點點 好,這邊留白 讓那個塔的部分 齁 這顏色稍微 比較深的地方跳出來 齁 塔這邊會是深的顏色 所以後面的地方的浪 讓它變成是 那個亮的 齁,稍微亮一點 好,這邊刷過去 好,加一點點 固然進來 在這個地方 好,這邊的浪 好,有一點翻腾齁 讓它捲一下 好,刷白 清水 有深止吸一點點 過來 好,再來齁 你看我們今天幾乎都是用這幾個顏色在處理它而已 只是亮暗面亮暗面的不同 齁,去做齁 這個角落齁,再深一些 不要了齁 讓它再聚焦進來一點點 這進來之後 不好意思 忘記拿水出來了 噴一點水 謝謝 上面是這個 要滴在那裡 蛤? 那可能用了 什麼東西 那個膠著 那個盤子裡面那個膠著 不會有要放那麼多 沒有啊 不小心 滴下去 喔,流出來了 對嗎 這次又大量用 這次 這次 對 這次的確會用的稍微多一點點 整個浪的效果 好 這個地方齁就會比較深了齁 好 這裡 等它略乾一點點齁 我們再來噴一點點 噴一點點那個水進來齁 讓它再暈開 好 這邊 這邊就會比較深了對不對 顏色會比較深 齁,群青 我們先用群青加一點點 膠著色 齁,群青加一點膠著 齁,群青稍微多一點點 讓它偏藍一些 噴上來 噴上來 顏色重一點 顏色重一點的時候齁 我們水稍微收少一點齁 好,這個燈塔齁 先畫過去沒有關係齁 因為這邊是暗的畫過去沒有關係 但是這邊齁 亮的有點流出來了齁 我們再用衛生紙把它回吸一下 齁 就隨時可能要看一下 上頭水份的整個的狀況齁 齁 去調整它齁 這邊帶水 過來 輕輕的 齁 再來 這個地方 好 好 筆刷 刷 刷過來 筆膚壓下去就刷過來 好 那這邊有一個 地方齁 我們先留白 等一下再慢慢處理齁 就是那個 燈塔 這邊有一點亮光的地方齁 有一點微亮的地方 好 也可以噴一點清水 好,也可以噴一點清水 做出醬的效果齁 讓它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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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個順序一直往下 然後這邊一起畫 好,先一起畫一個中間調的色彩 那現在再加深就可以了 好,然後亮的地方齁 你也可以打一點點清水進來 好,上面這邊 就稍微打一點清水進來齁 去增加它的效果齁 好,接下來再加深 好,黑澤色 直接加進來 再更黑一點點齁 這邊的浪比較高 打上來 這邊的浪也打上來 注意兩個高度不要一模一樣齁 不要打都一模一樣的高度齁 要有高有低 好,加一點點膠澤色 這個膠澤色混進來的時候 不要混藍色齁 直接打就好了 直接讓它暈開 像這樣子會不會 就會變太濃對不對 好,那就加一點水 它就會暈開 就會變比較淡一點 好,這邊齁 再來 暈開 暈多一點齁 這邊這一道齁 那個 提防 那個岸邊的地方齁 留一下齁 好,這邊清水 下一點 下一點清水 好,這邊齁會太硬齁 刷夠 刷出來 讓它刷出來 這個地方,讓它刷出來 好,這個白色又不夠了齁 所以我們再用衛生紙輕輕再擦一下 因為剛才噴水 有時候會不小心噴到齁 所以你這邊要其實隨時注意 往回擦齁 把那個浪翻起來的狀況齁 讓水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不是要很濃齁 因為很濃你會打不開齁 繼續做齁 那邊有什麼東西嗎 應該是一個提案的延伸出去吧 還是什麼 還是有一個 可能要看原來的照片會比較清楚一點 也看不出來 也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是說水分要少對不對 對,稍微少一點點 顏色還是那些顏色嗎 顏色你就 還是那些顏色不變 還是那些顏色不變齁 然後這個塔的部分 我先做一些齁 是暗的齁 我們先把塔先做起來 好,這邊 再來 把顏料齁 再推進來一些 把這個地方齁 輕輕再做一下齁 好,接下來繼續 再來 再深一點 其實這個乾的其實都 不夠重 再做深一層 然後邊緣這邊 讓它暈出來 好,來 群青色 好,這時候齁 我加一點群青色進來齁 顏色上面齁 好 可是注意那個水不要 比例上面水不要太多齁 不然它會整個 會把顏色推擠 推擠開來 好,帶一點點 好,接下來繼續 我們的那個 交折色齁 再來 再深一點齁 靠近這邊齁 會不會再深一些 黑澤色,我記得要加點普斯蘭進來齁 亮頭這個地方 好,有些噴點 重複重複 一直做齁 它就會有很多小小的變化度 好,你這樣子的話 剛才點上去 那一筆會比較 聲音一點點齁 那你邊緣 略用衛生紙稍微拖一下 那它變化度就會有出來齁 就會有些小小的變化 好,這道還蠻重要的齁 好,這邊 這邊 跟門我們先畫下來齁 那可是這邊其實不會這麼亮啦齁 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它 好,這個讓大致上先 我們先做到這邊 我們來處理一下下面這裡齁 這邊還有一隻鳥齁 我們先稍微做一下齁 這邊又合起來了齁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做這邊齁 這邊顏色就其實比較簡單一點點齁 好,孤蘭 這邊感覺上面是有照照光齁 筆觸稍微快一點點齁 帶一點水 好,清水 清水 好,清水 下 孤蘭 下 這邊的辣 我給它翻騰一點 好,這邊打生 好,用 膠折,膠折色來 來 前面不是木頭 哪天是木頭 我以為是水 喔這個啊 水,都是水 就是整個延伸出去嗎 我以為是木 搞不好裡面有什麼土啊什麼都翻出來 對對對 應該那個時候什麼都翻得很 都會翻起來 黃折,加一點點膠折 為了要有一點讓打上來的感覺齁 所以這邊 好,乾筆擦一下 就筆覆啦 筆覆很快的去插動這樣的感覺 好像有讓翻上來的感覺齁 這邊 帶一點綠齁 比較旁邊齁,黃的顏色越來越飽和 好,這邊上面微微留一道 那個亮的地方齁 微微留一道亮的齁 好,往下 這邊再來 好,膠折 加一點點 綠 青綠 加一點青綠色來齁 這樣青綠有點太多了齁 加一點青綠 靠近上面的地方齁 稍微按一點 往下縮 然後他這邊有那個圍欄齁 但是有得歪歪倒倒的齁 這樣看起來還不錯齁 很像我們在畫的時候,你可以把畫得歪歪倒倒這樣 應該是風浪太大了 對,這應該有點類似颱風來的那個感覺 所以看起來那個浪很漂亮 這是一層 一、二、三 一、二、三下來 當然這裡面還有分一些小層次 你也可以再去分 這樣看起來層次分得越多,看起來是越漂亮 加一點紅 加一點格紅色進來 這邊我們就不打算全部畫得很細 這邊會放掉稍微 看起來很前面,但是我們會選擇把它放掉 因為太角落太邊邊了 讓它暈掉暈掉 這邊 普斯蘭 進來 進來 這邊做一下這個感覺 好 那個 這邊的浪 趕快 接下來趕快做 被翻起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圖啊 海底下的圖的感覺 海底下的圖的感覺 好 打平的 好 打平的 好 好 這個地方加強一點 上面加強 把這個 暗邊的整個感覺 好 再做明顯一點 好 這邊稍微有一點乾了 好 好 那我們來處理燈塔 好 它乾了之後 我們來處理燈塔的狀況 好 這個頭的部分 這邊 我刷了一點點清水 嵌草紅 清水這邊讓它暈過來 好 芊草紅 好 下面這個地方 芊草紅過來 加綠 清綠色 讓它深一點 好 中間可以留一道 稍微白色的 讓它變成有一個層次感 然後上面這個 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這個叫 要叫什麼 壁雷枝 壁雷枝 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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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不一定要畫得很仔細 就是不一定要畫得很精確 但是 那個感覺一定要做出來 這樣子 好 下面紅色 一點點紅 再一點水 讓它暈開沒有關係 讓它暈暈的 不過這個 最好你底下的都乾掉再來做會比較好一點點 底下都乾掉 這部分算不算主角 算 它算主角 這個燈塔算主角 跟這個浪一堆 這一堆 中間這一堆其實是比較重要 所以 你可能可以花一點點時間下去 做 把它做稍微 變化漂亮一點點 旁邊你都可以稍微 可以捨去 過來 有些地方你在做的時候 例如說你要讓它模糊掉 你就等它上一點水 讓邊緣一起做起來就好了 好 黑澤色 這邊加重 加深一點 這個角 加深它會跳出來 然後這邊 在這邊 雖然是一條線 但是它的那個明暗還是要 略做一些差異化 這個角的這個角落 稍微深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往下 往下的地方 有些地方 是讓噴進來對不對 上一點點清水 讓它稍微融在一起 這邊 浪進來 浪有點進來 這邊 然後往下縮 避開 下清水 然後慢慢避開 那一樣如果說 萬一 跑進來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衛生紙來處理它 把它擦掉 然後這邊比較 這邊 就明確一點點 這邊會比較明確一些些 往下走 這樣子 讓這邊自然一點點 然後這裡面 可能 圖片上面會比較 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如果說 你回家看那個電子檔 它的細節度會比較高 你如果用 平板把它拉開來 你就比較看得到 裡面的東西 這邊點一些讓 讓它破開 這個地方 這個角落 我先試中試做就好了 避免做太乾 好 這塊 我先稍微 淺淺做一下 它這邊 應該感覺上 好像有打一個 小小的燈 還是什麼 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 帶一點點 紅紫 紅紫顏色 刷下來 孤蘭 混進來 往下 往下越來越深 往下越來越深 這個地方 這邊 它這邊感覺是有一個燈 然後照下來 剛好一個圓形 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它 建築物物就是這樣 它這邊感覺是有一個燈 然後照下來 剛好一個圓形 這樣子的感覺 蛤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比較像 它的門上面有一個燈打下來 的感覺 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的解讀是上面有一個燈 然後打下來變成一個圓形的光 這樣子 我的看法是這樣 有一個小燈 你 大家 把電子檔打開放大來看一下 看會不會比較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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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來也太奇怪了 看不出來也太奇怪了 我是把他解讀有一個燈 不是這塔的門 不是這塔的門 不是這塔的門喔 這圓圓好像是一個前面的建築物 它在燈出來一塊 嗯 它有點遠 不管是什麼 我看起來 哼 哼 哼 不是燈 不是燈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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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面 是燈塔前面的一個建築物 這邊喔 這邊喔 繼續加齁 這個 把它洗 洗 洗一點點起來齁 這個地方齁 讓它亮的地方 洗一點點起來 好 然後 這邊 這個 門齁 刷下來 是燈塔 是錐型還是圓柱型 圓柱型 圓柱型 它下面還是一個圓柱型 就上下一樣寬 嗯 下面稍微寬一點點 它這個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差異高那麼大 啊 可是 它還是一個圓柱型的齁 喔 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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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啦 你如果這樣講應該像是圓椎 上面比較小 上面比較小 下面比較大 它不是整個是 一般燈塔很少是圓柱 都是 你講的圓椎 可是它也沒有那麼圓椎 對喔 然後這個柱子 我們來做一下喔 我用黑澤色來做就好了 喔 喔 不是 旁邊的那個圓椎 就是快 喔 那個 那一堆木 鋼筋啦 對啊 對啊 歪歪倒倒的齁 以後要纖接要用的鋼筋 喔 對 剛剛我也是木 木 不行 我以為是為了要那個 就是要接外面的鋼筋 就是要接外面的鋼筋 以後你要再重建的時候 外鋼筋 那不是應該橫的嗎 還是立的 有的可能要往上啊 還是要簽什麼東西 順便當禮拜 有的會 稍微處理 做一下 這塊齁 他後面其實還有一小塊 對 邊邊 邊邊這邊有一小塊 寫的 嗯 那是你年輕人髮髮髮髮 我老髮髮髮 哈哈哈哈 就不起來了 我看離他 你以為 畫得很細啊 看八個鐘頭 八個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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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厲害 沒有啊 最好 叫你怎麼叫做 嚇死我 嚇死我 我會八個鐘頭 你眼睛要保養 你眼睛要保養 小孩是為你好 看你畫太久了 我沒有給你意告 老師你看這個東西 是 這個地方 在它前面 這個東西在它後面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看起來 是在燈塔前面 對 它是燈塔前面 沒錯 它是在燈塔前面 我這邊齁 那個 鳥坐一下齁 它岸面畫上去就 是photoshop 蛤 這個一定是合成的 對 這一定PS過的 對啊 這個應該是PS過 反正我覺得不會是這樣 這有點太誇張 可能真的遭到隊長 對 不能對他太認真 就 就畫你想要的感覺 就是大致上是這樣 但是 你可以畫你想要的感覺 你要浪漫一點 想 朦朦美 不能想得太 不能太追究 太追究 就 就輸了 呵呵 認真就算我們 鳥隆隆 呵呵 就做 我們做幾隻鳥 往上飛 兩隻 讓我是做了兩隻 稍微黑一點 喔 我這個地方 再重一點 往上飛起來的感覺 這邊 但是 可能不會畫得太明顯 然後這個門 這邊 再畫中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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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近中心這個地方 略微再深一點 讓它的弧度再出來 讓它變得有點圓的感覺 好 接下來我們把下面這邊的浪 再稍微加強一些 做個結束 就大致上畫起來的效果跟感覺 我們會用這樣子來做 從上面一直 一直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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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噴出來它這種的效果跟感覺 那像這邊 可能放掉了 這樣好像不是很好 我們再往回收一些些 不然力量會照出去 這邊不要畫到這麼白 讓它往回收回來這裡一點點 不然這白的 會把視覺效果給帶走 這個有時候 你畫完的時候 不見得 就是 你畫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可以就不要 看圖片 你就以你這整個畫面來看 哪些會讓你分散你的 視覺效果的地方 你就自己再稍微 加一點 剪一點去做 這個就不需要 再去照原來的照片去做 像這邊 也還不夠 就是說 細膩度也還不夠 我就會這邊再稍微做一下 來一點 這樣子的細膩度 你可以慢慢做 那如果說 你乾了 你發現 不夠 你一樣 你可以先打 就是說 你先把顏色打上去之後 清水噴 然後再打更深的顏色進去 那它就會成是 好 我做一次 例如 其實我是覺得已經夠深了 如果說 你自己在做過程當中 會覺得不夠深 對不對 你可以這麼做 例如說 先打 先打深一點的顏色進來 這邊 對不對 然後噴清水 它就會暈開 這樣就會再多一個層次出來 你不要一直噴 一直噴它就 斷掉 你只噴一次而已 你就稍微 這個 你常常做這個動作 你就會熟悉了 這樣子 有沒有 它會再更深一層的層次跑出來 噴太多 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還是要注意 不是一直噴水就是好事 這樣層次一層一層 慢慢就會出來了 那這邊噴 你可以再 加一點 做一點層次出來 然後 浪的部分 下面這個浪的部分 做中間這一道讓它清楚就好 下面這個不要做得太清楚 因為做得太清楚 有可能會搶到我們的主題 那你就輕鬆做就好 刷一點點層次感 這邊 小一點的浪 高起來的 嘗嘗 嘗嘗 另外做 然後這個門 一樣 上面的地方 再加重 縮下來 下面帶清水 暈到原來的顏色 讓它下面的地方消失掉 然後這邊 欄杆的部分 用一點薑肉色 有一些小小的 光影的地方 分一下 好 OK 大致上 畫起來的效果 跟感覺 是 燈塔 硬邊這一道 需要特別嗎 不用 不用特別去 就是 你不用特別去加深 因為 你如果旁邊加深 它那個圓的感覺 會不見 所以我會維持在 中間這個地方 是比較深 不是旁邊比較深 那這邊呢 這邊要站起來 這邊就不用再加 就讓它有光 光顧愛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整個 背光的效果 去做出它那個翻腾的感覺 感覺出來 好 好 大致上畫起來的效果 跟感覺是這樣 齁